英国航母南海遭遇重大危机 红茶喝完了 在南海地区巡洋演练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 近日遭遇了重大危机这艘巨舰的红茶喝完了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0月10日报道 上周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 在太平洋海域遭遇茶叶短缺 在忍受数天以后 英国航母打击大队特遣部队指挥官终于忍受不了 向在太平洋地区巡航的加拿大护卫舰温尼伯号 申请了一批特殊物资 这个时候史蒂夫莫尔豪斯向加拿大护卫舰渐员表示 我们航母上的伯爵茶刚刚喝完了 温尼伯号舰长说 为了帮助遭受长途海上航行控苦的冯军部队 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我们给了他三盒茶 之后他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说我是一个英雄